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 灯光鼓探 气氛热烈 十时三十分 大会开始 全体起立 高唱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展更要改善 他强调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长期以来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大力支持下 各经济特区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 永担使命 砥砺奋进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 谱写了永利朝头 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 我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向经济特区广大建设者 向所有为经济特区建设做出贡献的同志们 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各位来宾 向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设的国内外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 深圳是改革开放后 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 四十年来 深圳奋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实现了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 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跨越 四十载波澜壮阔 新征程催人奋进 经济特区的沧桑巨变 是一代又一代特区建设者拼搏奋 干出来的 在新起点上 经济特区 广大干部群众 要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永保闯的精神 创的尽头 干的作风 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 努力创造 让世界刮目相看的 新的更大奇迹 参政市委书记王伟忠 言详高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陈志烈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建新 先后发言 李希主持大会 丁薛祥 刘鹤 陈希 黄坤明 王冬明 董建华 当天下午 习近平来到莲花山公园 向邓小平同志同像 敬献花篮 习近平缓步走上同像基座 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红色缎带 同大家一起向同像三鞠躬 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崇高敬意 和深切缅怀 习近平等还参观了 从先行先事到先行示范 庆祝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四十周年展览 亲切会见了参加庆祝大会的 各种代表 并同大家合影迎面 紧张 警告 施线 立正 那颅 近年 这颗